那戴席妳怎麼過了 怎麼好過來了 說真的那幾個 我自己會回想起來 大概是三十幾歲的時候 是我的人生最低潮 就是如妳所講的 就是梅林大火又肝癌 然後又發現人性的一些醜陋 尤其那個房東就指控了 就是都是我 那事實上梅林經營不是我在經營 所以因為這樣子我走上了官司 那部官司足足打了四年多 真是身心俱疲 然後自己心裡面又很譴責 為什麼要開這個婚紗 我的日語歌唱得非常好 唱一段 好 我唱一段 這是一首很老的歌 今までは指輪も回るほど 痩せて慰れたお前の噂 口無しの花の 花の穢れた 我先问完你的人生 我要把它分上下两集 我先问你一件事 其实那个时候 你在演艺圈里头 有一段时间 你当到连续运营女主角 更不要说拍李安的喜业高峰 但我知道你这个人 有慰爱牺牲的事业 人家人很笨 会做的事 想起来很笨 我觉得人生 就到了这个年纪 我就回过头来看 我最喜欢现在的我 我坦白说 然后再过来就是说 你呢就得了肝癌 我就很记得范可信 帮你开一个广告 你就露出 对我的刀疤 完全是你的疤 然后跑步 一直说我不怕露出我的伤口 然后我就跑步 所以我以为你是个强者 然后当时还把你拍出这个 我觉得它就很棒的一个广告 然后那段时间你也曾经跟着梅林 两个一起去投资一个婚纱社 那你投资的时刻其实是因为你退出了营运圈 需要一些收入 那你梅林他们为主 那但是发生大火的时候 你还是最主要的有名的人 因为死了六个 死了六个人 然后我就我在美国 那我也看到新闻 就看了电视里头 你就哭着 好像几乎打在 但你几乎昏倒了 对对对 昏倒了 你人生其实好多打击 三十几岁得干嘛 然后你后来你为了一段爱情 在你最高峰就是 其实李安想要拍喜宴的续集 在那个时候就退出 为了爱情 本身飞蛾扑火 然后女人最笨的就做这件事 这是我的评论 你可以不要同意 好 胡志强到现在还在说 你呀 真是逃兵 他就发生了这一连串的事情 所以你小时候好辛苦 好不容易跑到一个程度 但是很可能 你天心就有很强烈的浪漫 何况你都在演浪漫戏 穷摇的啊 对啊 你就是没有去演解放的戏 解放戏也太少了 多演解放的戏 你就不会这样 然后就把戏当人生 就真的进去把 那个人生里头 但是记得就好大好大的几段打击 对 那段时间你怎么过了 嗯 怎么好过来的 说真的 那几个 几个我自己会回想起来 大概是三十几岁的时候 是我的人生最低潮 就是如您所讲的 就是梅林大火又肝癌 然后又发现人性的一些丑陋 尤其那个房东就指控了 就是都是我 那事实上梅林经营不是我在经营啊 然后演艺人员哪知道总经理是要负责任的 然后大家就是几个股东说 你做总经理 你这都是要去这样子指派的 说好吧那做总经理吧 因为知名度比较高 那知道出事了之后 总经理其实要负责 所以因为这样子我走上了官司 那个官司足足打了四年多 哇真是身心俱疲啊 然后自己心里面又很谴责 为什么要开这个婚纱 然后让六个人的生命 然后六个人的家庭破碎 那段时间是一下子瘦到三十几公斤 的确 然后三十几公斤 后来就那个郭建宏就到我们家里来 希望我再付出 因为我爸爸很着急 我爸爸说 哎呀我的女儿怎么是这样子啊 其实那时候就有忧郁症了 虽然我是正常的生活 表面上好像很坚强 但是其实我的内心其实已经受伤了 然后就一直瘦 然后后来就带了很多 引迷更迷的信给我 然后我就再付出 然后在没想到付出之后没有多久 我就得了肝癌 我觉得得肝癌 没有那时候梅林大火 那么样的沮丧 原因是梅林大火 你碰到的是六个幸福的家庭的毁灭 肝癌是我自己 那我后来呢进了医院勾一勾 这个会得癌症的所有的几率 第一我是B型肝月代言者 那我自己根本不清楚知道 他以后会变成肝癌 然后你也知道 一天就是生活非常不正常 然后那个时候又抽烟又喝酒 我这样勾一勾 90%不得肝癌才怪 所以我说好吧那我就接受他 当时要进医院的时候 我就告诉我自己还有医生 我们说把我的身体留给医生 把我的生命就留给上天 如果他要我留下来的话 那么我就必须要负责任的做 我往后的事情 那这个往后的事情 没有预想到我会当立法委员 然后就刚好从医院出来没有多久 921大地震 921就是我的生日 921大地震电视上出来的 大概都是原乡地区 受的是最严重 骨关应该也很严重 很严重 东涉死了很多人 然后埔里 然后姓义乡 南投的姓义仁岸乡 都是非常的严重 当时就跟着这个 什么清风 那个女生 红十字会 红十字会 黄清风 黄清风 对那时候他还是律师 你看我还不错 对你的记忆力比我好的现在 我现在记忆力不太好了 我待会药剂你吃 对黄清风 然后也跟佛光山 进入到原住民地区丢物资 然后丢了物资之后 我发现 哇真的蛮贫穷的 后来是我哥哥跟我说 我说苏美啊 你经历人生那么大的一些挫折 那个 你要不要为族人做一点事情 我说可以啊 我当然很想要替族人做 你从小而认知你是原住民吗 我当然知道我是泰雅族 我知道可是一般 我要讲一说一般 如果不是一般 爸爸是老兵 妈妈是原住民 有些人会遮掩 他妈妈是原住民 因为我认识我很多同学 他们住在眷村里面 对 那眷村里头呢 不像你住在谷关的 他们住在台中市的眷村里 然后他的爸爸就是很可怜的 老老啊 然后呢到一个年龄 凑了钱 就买了他妈妈在梨山那里 然后就有原住民 然后就生了小孩 他们会不承认自己 母亲那一边 永远只讲爸爸那边 那你自己呢 我倒不会 我到演艺圈的时候 我妈妈也会到片场来看我 这一点倒是没有 我自己不会 因为也应该这样吧 我的外形好像以前也看不出来 然后第二个可能是我居住在的地方 是我刚刚说各四分之一的族群 对啊 然后到了高中比较懂事了以后 我的歌声又那么好 所以你不会有那种自己自卑 但是也没有非常的凸显 我就是原住民 以前根本也不会这样 进了演艺圈根本也不会这样说 除非有人问 我是泰雅族 当时还有媒体很坏 因为感情比较多嘛 他就在上面写说 因为原住民就是多情 我觉得怎么可以用这种族群来认定 一个人的情感 我觉得这是族群上的歧视 到现在来讲 我如果当时懂得 现在这种在立法院的精神的话 我一定会跟他反驳 那他当时就并没有反驳 就认他们这样写 然后我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 当时我能够再活起来 应该就是当选到了立法委员 我自己莫名其妙当选立委了 当时我虽然不懂 但是我说我就是要用原住民身份选立委 所以我用五党籍才参选 然后参选的过程 聪明 对参选的过程呢 我以为我会当选 因为我是明星嘛 找到哪里人群就来了嘛 就要你唱歌就会握手啊 然后到了大概11月12月的时候 更清楚这个选举的这个 其中的玄机 比如说族群 比如说惯性的庄教 比如说 对教会派系啊 原住民也有这样子啊 我说不可能当选了 所以事实上一直在选举的最后期 我就觉得我不会当选 大家只是看到一个明星喜欢 那事实上后来投票出来开票 我部落真是输了 我部落只有五千多票 对五千多票 然后我不知道八点半以后 都会区还有开票所 所以因为你落选了 对 你知道那时候 我的整个竞选总部就能去楼空啊 没有一个人 没有一个人就 很多人就进悄悄的离开了 你知道吗 然后我姐姐就开始在那边哭 然后我想落选就落选嘛 也不会怎么样 然后后来 8点半了 怎么票数一直在往上增加啊 那五千多 然后到了五千五 五千八 六千 哎呦 从第八名跑到了第五名 第五名又升到了第四名 那个时候世袭原住民的三迪原住民立委 我当选了耶 掉车位对不对 掉车位当选 我当选了耶 哈 我当选了 到时候 哇 鞭炮就放了 好多人又回来了 好多人又回来 然后马上王金平的那个 恭贺的那个卷轴就到了 然后媒体就来采访 访问我 我那时候一片空白 我说 蛤 我当选了吗 立委要做什么 就在这么样的莫名其妙之下 就当选了立法委员 然后二月一号宣誓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才清楚知道 哦我用原住民的身份当选 我不要忘了我当时选举 还有不要忘了我在医院的承诺 就是身体交给医生 生命交给老天 如果老天要我做什么事情的话 那么我就要尽全力 没想到这个生命留下来 就是要帮我的主人说话 好 那你哪来的胆势跟远见去冲 日本禁国神社 哦 好 这个很特别 你懂意思吗 对 从近立法院连投个政府院长都在发抖 是 你不敢进去 我不知道投谁怎么办 那么大招的拉我 然后直询社会发抖 你要到日本去冲撞禁国神社 是 那是国际新闻 对 我其实真的不晓得会这么严重 刚开始 我的人生好像很多未知 然后就这样模模糊糊糊的走去 所以你根本不是胆势 我还高抬了你 没有没有 你怎么会去日本泡温泉 是不是人去冲撞吧 不是 刚开始是云丽丝 然后云丽丝就看到那些新闻 因为他的三个叔叔 都是死在高沙义勇队 没有回来的 对 然后就放在那里 对 所以当时我就陪他去 有我 有云丽丝 有陈立人 还有现在的桑布尹 我们四个 就先到禁国神社去 然后到禁国神社的时候 那个云丽丝就在那里唱了一些鼓调 就跟他里面的叔叔伯伯说 我们今天来到这里 我会把你们的带走 然后我们那时候呢 就跟禁国神社就开始交涉 说我们是以遗族的身份 是不是可以要求 因为他不是日本人 我不要放在禁国神社 我不要拿回去 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纪念祖先 当时禁国神社说不可以 他们已经变成一团火球了 所以分不开了 当时是这样回答我们 所以我们就回来了 回来之后就开始 就想说 我们要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一做呢 就做了七年 然后 胆子就开始慢慢变大了 然后第一次去的时候呢 他本来是说要让我们进去 可是后来走到一半 就把我们引导到别的地方去了 就拦下来 我们不准进去了 因为我们那时候去的三代游览车 他可能害怕或什么 就每一个人都不可以下车 连包括记者也不能下车 后来记者慌了 他就有几个记者就跳窗去拍他们 为什么不能 然后说只能我一个人下去跟他们说话 我就一个人走下去跟他们说话 旁边有一个翻译的人 我不是讲好了吗 那时候我真的是非常气愤 而且又看到一张照片 那张照片呢就是我们泰雅族人 应该是在环山那一带 被一个武士导砍头的一张照片 那个变成就是他们的战功册里面 找到的那一张照片 现在讲到那张照片 我的血液还会从我的脚碰到脑袋 你知道那个时候 那个不是演戏耶 要在一刹那之间砍掉那个头 然后血还这样的喷 然后旁边的族人都是被这样子抓的 然后后来问了徐宗旺说 的确那张照片是他在日本的 这个地下的书库里面找到日本战功册 就是所有的日军 战争功劳册 对 所有的日军到哪里去 会把他们的战役啊 他们的这个标 标榜他们英勇的 把它写记录下来 包括照片 所以那张照片就找到了 所以看了那张照片 你要提供我们的照片 好 没问题 看了那张照片之后 我才清楚知道 哎呀 我的原住民族人居然是有这样子一个 后来慢慢再去找许建林教授 他对日本的一些这个历史非常清楚 他是日本史的一些 对 后来才清楚 排大政绩系的教授 对 后来才清楚知道 我的族人在那一段时间 受到了什么样的对待 然后找了非常多的资料才知道 原住民的土地的被掠夺 就是那个时候 原住民因为太标榜 所以太英勇了 所以有非常多大大小小的战役 我们死了非常多的人 对 然后一直到现在 为什么我们的土地变成国家公园 为什么变成林务局 就是当时候 日本这殖民政权下来的 原来开始从历史的角度知道 我们族人自己的命运 所以你去冲撞静国神社的时候 就觉得更理直气壮 刚开始并没有理直气壮 你应该拿50刀 啪 就是这样 我就拿了那张照片 真的 对 我拿了那张照片 你们看 因为在日本也有右翼 我以前不知道有右翼 右翼非常强 你太可爱了 对 而且很凶狠的 我们就在那边抗云的时候 有一个右翼的就过来 一直跟我讲日语 反正我也听不懂他讲日语 我一直瞪他 你跟他说 你跟他说 拜拜 我也是一直瞪他 然后他看到我都没有回应 这边说 妈妈妈妈妈 人就走了 所以我们总共去了七次 文健你知道吗 到现在我到日本去 我就曾经试过 我就被带到小房间去 然后说 要把我原机遣返 然后我就跟他理论 我说我还是一个国会议员 你们真的没有礼貌 我说麻烦 把我们的朱日代表请来 我才要离开 后来可能不晓得 他们就打到电话 后来就把我放出去了 结果我出去之后 会有四个保镖在旁边看着我 所以你等于进到一个警察国家 对 但是我是 连你泡温泉他们都去看 你怎么知道 我跟你说我就是这样子 然后他要把我在日本的朋友的地址 什么他要知道我住在哪里 然后我就住在日本的朋友家 然后他会有一些十字路口 就会有故意的车子 在那赏黄灯让你知道 然后我去做故意的做他们的节约 就上去 他们就冲上来 然后我有一次就很坏 我就学你了 就是变成一个坏小孩 我就故意的去逛街 买了很多东西 我说我在你们的国家消费 你帮我拿好不好 YES 哈哈哈 我做过这种事情 我说你帮我拿一下 我提不到 他们就乖乖拿 然后最后一次 我要离开的时候 就是那一次买东西 他就一直送到 送我到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厨具厂那里 他就跟我深深一举功 他就说 下次你如果要来的话 直接跟我们说好不好 哈哈哈 一直到现在去年的事情 我的子女要到日本去念书 他想学语言学校 还把我弟弟两个子女还有我 也是关在那个小房间 然后最后是让我两个子女 和我弟弟先出去 然后我等到最后最后 大概将近十点多吧 才把我放出去 那你对台湾社会普遍 对日本的崇拜 你有什么感觉 我以前不理解 我会觉得的确 包括我们在原住民部落 几乎每个人都会讲日语 大概在六十几岁 七十几岁 八十几岁 而且我跟你说 我的日语歌唱得非常好 哎唱一段 唱一段 我唱一段 这是一首很老的歌 他有一天对一个 日本的那个 卖玻璃的老板唱完了以后 那个老板当天就认他做情人 他说只能做一天 而且就做一个下午这样 对对对对对 他根本无法想象 我不会讲日语 然后会唱 而且那首歌很老 好 今では指輪も回るほど 痩せて 痩れた 好那她 weit 我rik当占叶 我根本不熟 cooper 好 feelings 对对对对对无法会 跟坛义 好oshi一下 Hana Omae no yo na Hana ta na ta 這首歌叫做無顏花 它是一個白色的花 下次人家把你到小房間 你就坐下來就開始唱歌 對 我現在開始會使壞了 以後如果我再去日本 文切我們兩個一起去好不好 下次你就負責唱歌 那你乾脆我們要去泡澡 那日本有兩種泡澡的地方 一種是男湯 女湯分開 第二種是男女合魂 我們兩個都六十幾歲五十幾歲 我們可以跟你男女合魂 你要選擇哪一個 所以一定要挑那個 身材很好的男生 跟我一起去 我們就趁這個機會去吃日本男生的豆腐 你要搞清楚什麼 不要老子衝撞靖國神社 要吃日本小男生的豆腐 就這麼決定 好 疫情開放的時候咱兩去一湯 本集節目結束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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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